然後呢,我這邊,這個是我之前寫的 我們CH 這個我先把它關掉一下 預測你們進來裡面應該是空的 那在你們的這個專案上方 一樣,第一件是要做什麼呢 還記得吧 因為我們這裡面有沒有可以寫程式的地方 沒有嘛 所以要怎麼樣呢 一樣,按右鍵 我們是一個VBA的project 然後呢,後面有一個檔案名稱 就是我現在這個檔案名稱 按右鍵做什麼呢 插入一個什麼呢 模組 對,如果說 第一次使用沒有錄製過劇集的話 一定不會有模組 那沒有模組的話,你就不能寫程式在這邊 所以特別注意 第一個要插入模組 那再來的話呢,我需要做哪些事情呢 再來就是增加一個那個 副程式 或者叫程序 那前面我講過,你可以打個sub 或者是在這邊插入一個程序,兩個方法都可以 好 那我用這個方法插入程序 那程序名稱的話,你可以打中文沒關係 比如說這個程序,我們的名稱 叫做這個 叫什麼 叫做 訂單 或者是要什麼 銷貨 比如說 比如說也叫銷貨名系 跟那個工作法名稱一樣 OK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這個時候就會產生一個 副程式出來 有沒有 sub 然後銷貨名系 是一個 小刮 一個 這個結構 那裡面我要做哪些事情 首先的話,你可以在裡面按Enter 那我這邊已經預先打好一些程式 那直接來看一下 基本上我的習慣是這樣 我會把那個流程 用註解的方式先打上去 比如說的話 我第一件事情是要怎麼樣呢 我第一件事情要處理銷貨單 那銷貨單 第二件事情就是處理什麼呢 銷貨單的名系 再來清除 這個這個資料 銷貨單的資料 然後 單號再加1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要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處理銷貨單 那銷貨單部分的話呢 第一件事情 我需要做的動作 就是說 我要確保 也許我現在的那個 郵標不是在這裡 所以我要怎麼樣呢 第一件事一定要先把 郵標 就是說你的這個 這個焦點要先放在 在W3裡面 那我要怎麼樣知道說我要能夠 點在W3裡面 才可以複製 我要複製的資料 所以第一件事的話呢 在這個程式裡面 我要處理銷貨 銷貨單 SHITS這邊叫做W3 所以我把它改一下 叫W3 也就是說呢 第一件事情呢 要切到那個W3 那怎麼切過去啊 特別注意就是 SHITS SHITS就是工作表的意思 工作表 裡面的名稱叫W3 點Slate 那點Slate 就是說我現在的 郵標是 點在那個上面 就是W3 上面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要分別把 我要儲存的資料 總共呢 會有 8個資料 因為我剛剛講過說 我們有8個欄位 那這8個欄位分別在哪個位置呢 分別是在 在 各位稍微找一下 應該是 B2 B2是在哪裡 B2是這個單號 所以單號部分就是 B2 然後再來就是 D2 D2的話呢 就是我們的訂單日期 再來是G2 這個我想 各位等一下再自己比對一下 G2的話呢 就是什麼 到貨日期 然後分別把它儲存起來 再來就是 B2